所以朱高智都是燕王的嫡长子 所以就身份来讲完全是没有问题 明太祖自然章就蛮喜欢朱高智 朱高智的性格跟他的父亲 还有跟他祖父是完全不一样 他沉默稳重 喜欢读书 是一派太平天子的模样 据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的肥胖 而且他从小就患有哮喘 也成为朱高智后来他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他爸后来就发动了我们所谓的 可以说把整个明朝的历史 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 精神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长子名人中留下来守北平 朱高智下令把城内所有老弱妇孺 能作战的全部集中起来 那朱高智在这一战当中 表现他的沉着落定跟他的忠诚 就让他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把朱高智封为皇太子